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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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分析中的形態分析 是根據股價過去走勢變化所形成的形態 來推測股價未來的走勢 以下先介紹雙頂和雙底的入門形態 屬於最傳統、最基本的 何謂雙頂? 雙頂的外形上就好像英文字母M字一樣 一般在聲浪的尾段出現 為利淡沽出形態 雙頂由兩個頂部和中間的低谷組成 而兩個頂部之間的低點支持位 按水平畫一條線就是項線 大家可以利用項線判斷入市位和目標位 當出現M字形態 價格只要跌穿項線已經可以沽出 而計算雙頂的跌幅 是量度雙頂和項線之間的距離 再在價格跌穿項線的地方 向下量度相同的幅度 這段距離就是跌幅的目標 也就是沽出後目標獲利幅度 舉個例 A股票的雙頂最高點是10元 項線位於8元 向下垂直量度的跌幅將見6元 何謂雙底? 雙底的形態就正好相反 當價格出現兩個明顯的底部 形成一個W字 就是雙底 通常出現在跌浪的尾段 屬於買入訊號 雙底由兩個底部和中間的高點組成 而兩個底部之間的高點阻力位 按水平畫一條線就是項線 大家同樣可以利用項線判斷入市位和目標位 當出現W字形態 價格只要升穿項線就已經可以買入 而計算雙底的升幅 是量度雙底和項線之間的距離 可以在價格升穿項線的地方 向上量度相同的幅度 這段距離就是升幅的目標 也就是買入後目標獲利幅度 例如B股票的底部股價比項線低10元 而股價升穿項線的位置為50元 則向上垂直計算相同幅度10元 便可計算出60元的量度升幅 VIVM 6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